戴侯之刺终于拔除干净 二人间的隔阂也顿时打破 朱元璋夸赞李善常言之有理 施礼并拜他为应天府宰相 掌管四周二十四线的所有内政 李善常心愿得常宣誓效忠 并向上尉讨要错失的庆功酒 朱元璋早已备下并请他入席 徐达行酒之后方爵闯下大祸 在汤河的催促下给上尉请醉 朱元璋斥责他醉酒目无君记 徐达下的跪地并请打军棍 朱元璋则已皮操肉后部长记性 罚他在率府大门站岗十日 朱元璋为整肃励志稳固统治 客请李善常推荐贤财辅佐 当时浙东恰好有四大名士 金华宋连 历水夜称 龙泉张艺 青天刘基 由以刘基伯温堪称文武全财 引起朱元璋的极大兴趣 李善常指出此人痛恨义军 必然不肯轻易前来辅佐 但在尚未不依不饶的劝说下 还是答应修书一封常识礼聘 不过袁庭正派人捉拿刘伯温 他早有预料并跪地代付